下面我们接着看第20章 非货币性私产交换 这张内容呢 应该算是一个常规的基础知识章节 它实际上特殊介绍了 有关非货币性私产的这种 物物交换的双方的账务处理 这个点呢比较单纯 考试的方向就两个 一个是账面模式 一个是公寓模式 就两个模式 不过呢 从具体的角度来看 你还得先做一个 有补价的非货币性私产交换 如何界定的问题 因为它要求你的这个非货币交换的话 里面有可能会掺和一些少量的货币资金 但是货币资金的比重不能太高 要在什么 补价占整个交易额的比例 在25%以下 才能定义成非货币交换 那么这个怎么计算 是问题的关键 另外呢 在公寓模式下 和账面模式下有一个适用条件的问题 公寓模式要求是具备商业实质 公寓价持续可靠获取 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必备 方可使用公寓模式 所谓公寓模式 其实就是公平市场交易原则处理 账面模式是说这两个条件只有一个具备 或者两个都不具备 在这两个条件 公寓模式的入账成本怎么推 双方的损益怎么算 账面模式的话 入账成本怎么推 账面模式没有损益 这些会做就足以 再看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的地位 跟非后不交换地位是基本一致的 它都是一种取得的路径 非现金的取得路径 当然债务重组 它要比非后不交换的方向 要更宽一些 难度要大一些 债务重组的第一个是 如何界定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在改完新准的之后 它要求是 只要你修改了偿债条款 甭管谁吃亏 甭管谁保媒 都叫债务重组 这个跟以前的说法明显的不同 因为以前的话 要求债务重组 必须是债权人吃亏 这个是不一定的 债务重组所涉及到的债券债务 必须是金融工具系列的 你像合同资产的合同负债 包括预计负债 这个不能叫债务重组 所指向的债券债务 另外 如果说 你这个债务重组发生的双方 是在同一个集团背景下 也就说 你是一家子 那你这个债务重组 本身从整个的上帝视角 就从整个集团来看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怎么说是一个市场行为 它不是个真正的市场行为 所以说呢 这叫权益性交易 这个怎么处理 要知道 债务重组的方式 有用私产底的 这个私产底的 以非现金私产为主要代表 因为一般底账的话呢 都是没钱嘛 一般拿存货底 固定底 无形底 这个比较多见一些 债转股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欠债主子的那个钱 转化成债主子对你的注资 也就说呢 把欠账转化成股权注资 还有的话呢 就是修改它的偿还的本金 利息啊 期限 再有就是混在一块 怎么四个 金融私产底债 非金融私产底债 债政股底债 修改长债条件底债 混合底债 一二三四五 五个 一定要会做债权方 债务方的对应会计处理 这个考过很多次 而且二二年的话呢 债务重锁还考过大题 去年也考过大题 因此这个债务重锁 还是一个重要的点 再看外币折算 外币折算是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个点好像没考过大题 都是一些小题 单选呢 多选呢 理论部分居多吧 第一个 怎么挑几张本位币 这个一般考多项选择 特殊外币这一块呢 有一个外币兑换算槽费用 接受外币资本注入的 那个汇率选择标准 接受外币资本注入 你的汇率只能选择 投资当天的市场汇率 在接受外币资本注资的 这个业务中 不可能出现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因为无论是资产 和所有的权益 它使用的折算汇率 都是投资当天的市场汇率 然后是汇率损益的科目归属 外币账户 首先说什么叫外币账户 外币账户是单指的 外币货币资金 外币债权 外币债务 这么三类 其实本质上是外汇 它的这个期末的汇率波动 形成的损益 有可能资本化 筹建期的走管理费 正常期的走什么财务费 这么三种情况 它这个资本化 一般是说的谁呢 就是那个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差 主要是说它 外币的非货币项的汇率波动 有存货的 有短线投资的 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其他债权投资的 这么几种情况下 它出现期末的汇率波动 形成的相关的差异处理 这个差异处理的话呢 根本不是汇对损益 一般来讲都是因为它的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 我们在这呢 你把这三个情况都得会处理 报表折算这块只考一个点 因为这个报表折算是说 我境外的子公司 我要向国内出去报表 国内得合报表 合报表你首先得把币种统一嘛 那么这个外币报表 合到国内 它折成记账本分比一般是人民币 用什么汇率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它这个折的话呢 有一个说法 先折什么 先折利润表 一般用平均汇率 有的用发生时的历史汇率 这是利润表 利润表折完之后 是不是得出一个净利啊 然后这个净利指标的折算结果 抄到那个叫所有权变动表 所有权变动表本身 它演示的是各个所有的犬项的 期出数 增加数 减少数 结余数 那所有权变动表的结算的 它这个汇率的选择 一般用的是历史汇率 一般用历史 但是历史也有区别 你比方说像因公积 它是每年的新体因公积 有个平均汇率的折算 很多年下来的话呢 是每年的平均汇率 打包之后的一个总结果 是这样的 而未分利润则是嘎齐的 你像失收资本呢 像资本公积 那个是真的历史汇率 等这个所有权变动表折完之后 再把它抄到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非常简单 资产负债用的是最新汇率 这个 那么失收资本资本公积 抄的是刚才的所有权变动表 折完之后的数据 也就是抄的历史汇率 像赢公积和未分 就刚才说的 赢于公积是 每年他提一个云公积 都在整个平均汇率去折 打包之后 是若干年的平均的一个合并 未分利润是当初你在折 所有权变动表 那个嘎齐数 就是从他那来的 没错 这是他的那个汇率的选择问题 这个一般考多项选择 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是四张表 但是考试中用得着的 一般就是资产负债表的编写 利润表的编写 然后是现金流量表的编写 那个所有者权变动表 基本上是不考 只是用到一些基础知识 这个呢 比较简单 三张表的编写 这个编写的话 他也不会出 说给你整个完整的表编写 不会是这样子的 他是抓其中的一些难点项目来问 你懂吗 就抓一些比较特殊的项目来问 他不会在我们的注册会计师 这么高大上的考试中 去整一张完整的报表的编写 这是不可能的 再有谁啊 关联方怎么披露 怎么界定 他这其实还有一些点像 什么分布报告怎么定啊 哎 这个有一些认定标准啊 披露信息啊 包括中报怎么定啊 但是分期报告 就是中报 包括这个分布报告 实际上他这个信息太过庞杂 我们很难把它搞得太细 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以放弃的 因为我都背不过 你更背不过 24张的会计政策变更 估计变更 差错更正 这个呢 包括政策估计的界定 包括它的追溯调整的方法的选择标准 还有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注意啊 24张会计政策变更 25张资产负代表日后调整事项 他们俩统称叫会计调整 他们俩统称会计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呢 从注册会计师的考试风格来看 他考的是什么题 综合题 人家不考计算 也不考单多选 单多选偶尔会考一些 但是他主要的方向就是改错 这事我们需要多说几句 我们将来考过周团看计师 你说你去审计 你告诉我 你审计的内容是什么 不你审计你要干啥 你告诉我 你审计不就改错吗 对 你就是去改错的 而且你改错的时间 都是卡到年报的日后期间来改 所以说呢 从他的考试的风格来看 主要定的就是日后调整 调整非调整怎么界定 另外调整的整个类型怎么分呢 一个是年报差错日后发现 然后是年报销售日后退 年报的减值日后调 年报的官司日后判 主要这么四类 但是考试一般就考这个 就像刚才那个政策变更 倒考的不多 他主要还是盯住 第25章和第24章的解合 就是差错更正与日后调整的解合 是经常考的一个关键综合体点 企合并 企合并的话呢 这个主要是一些基本理论 包括同控啊 包括非同控的理论 这个理论部分没有什么可说的 看懂就行 但在这儿呢 有一些特殊情况 像返向购买 这个返向购买 实际上已经考过四大题了 但是22年又考了一个 好像那个题 他考的是一部分 没有完整的考 但是他用到了反显购买 但是我觉得这个 企合并这张的话呢 实际上是合并报表 他俩统称为合并专题 人家那个合并报表 不用说是重中之重 那么企合并的话呢 实际上是为合并报表的 具体理论展开 做铺垫理论的 你像企合并那块讲的 什么吸收合并啊 新设合并啊 这个东西没法转化成题 它主要是为 合并报表做铺垫的 基本理论的一个前提 真正的重点是在这 对 你包括这个反显购买 实际上它也是站在 合并报表角度来进行展开的 合并报表这个呢 在这合并范围的确认 包括准备工作 我看看准备工作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个里面第一个会考 第六个会考 什么二三四五 这些都是一些理论上 有这么一个规范 但实际上没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母公司对子公司 长头成本追权益 对吧 这个是一个准备工作 另外的话呢 非同控的企合并 记得把它数据调成公允 这是一个需要重点准备的工作 别的都没什么可说的 真正的抵消分路这块 看 抵消分路的话呢 总共分成几组啊 投资类抵消有两个 这是其中一个 叫母公司长头与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抵消 借方的这一堆 这是那个子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超过来的 记得非同控调成公允 商与是提前算好的 长头就是这一步 追完之后的 少数股东权益 是用这一堆 乘以少数股份比例 直接打包的 这个非常死板 第二个投资类抵消 是投资收益和子公司 利润分配抵消 借的是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收益 这俩是一对啊 这俩是一对 都是用子公司 修正之后的净利 乘以他的 这个母公司吃过比例 是投资收益 少数股份吃过比例 是少数股东收益 这一读录 借年初未分啊 提前攻击啊 分红啊 年末 这个是从子公司的 所有权变得把直接拆过来的 这些公司一方面要知道 它是怎么推导的 最主要是要会应用 它的具体操作 这是一组 叫投资类抵消 内部债权债部抵消 一般是讲的 内部应收应付账款的 抵消为代表吧 抵消的话呢 接应付贷应收 一个 接应收贷年初 一个 这个是根据期末的 应收应付的余额据理 这个是根据 它的年初的 内部应收提过的 坏账据理 这两个的话呢 是得看 你的内部应收方 你当期是提坏账 还是冲坏账 然后把它翻掉 就是它的第三组 抵消分路 一 二 三 看到没有 存货内部交易抵消 首先说什么叫 存货内部交易抵消 必须是买卖双方 都把它当存货 才叫存货内部交易 这个抵消的话 首先是 当年买 当年没卖一组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存货 然后当年买 当年都卖一组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第三个是 当年买的存货 留了一波 卖了一波 那就是先假定都卖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然后对留存存货的虚增 单独底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这样做 然后之第四个 上年存货 当年没卖 借年初带存货 上年存货 当年都卖 借年初 带营业成本 之第六个 上年存货 当年留了一波 卖了一波 那就是先假定都卖 借年初带营业成本 再对留存存货的虚增 单独底 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就这么一个思路 准备这个的话 实际上 它跟那个坏账差不多 首先得站在集团角度 和个别角度去看 集团对个别的准备 是认为它提多了 还是提少了 比方说集团说了 你以前提多了 那你当年得先借存货 带年初 这是对上年 所多提准备的一个反冲 当年的话 比方说集团说你多提了 那就借存货 带资产减损 如果集团说你少提了 那还得追 借资产减损 带存货 是这么一个思路 固定资产内部交易 固定资产内部交易 指的是买卖双方 有一头当固定资产至少的 这个得看交易当年 卖方把产品卖掉 买方当固定的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资产 一个 卖方如果是卖固定资产 那应该换成借资产 处置收益 带固定资产 这是当年的折旧的多题 借固定资产 带管理费 以后年多的话呢 都是一个套路 借年初带固定 原价虚增 借固定带年初 以前折旧多题 借固定带管理费 是当年折旧多题 到期清理 直接借年初 带管理费 当年折旧多题 抵消它就可以 提前清理 这个基本上用不着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在提前 如果不清理的 三对的抵消的基础上 你把那个固定资产 换成资产 处置收益就可以 借年初 带资产 处置收益 这是那个原价虚增 借资产 处置收益 带年初 这是以前折旧多题 这是当年的折旧多题 借资产 处置收益 带管理费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完全照搬固定资产 就是把固定俩字 改成无形就行 其他的话都不带动的 集团内部流量 抵消 借抵消流出 带抵消流入 这个是啥意思 你比方说 一方购商 一方销商 这个怎么抵 借购买商品 借购老五 支付现金 带销和商品 提供老五 收到现金 就是这个意思 借流出 带流入 所得税这个角度 实际上就是 把个别的所得税的处理 给它搬成 集团角度下的 所得税处理 这个呢 比较简单 当然合并报表 我们这儿呢 实际上只说的一般处理 还有很多特殊 比方说 丧失控制权的 分此交易 分不完成起合并的 还有什么 被稀释股份的 还有购买少数股份的 还有什么 处置少数股份 没有丧失控制权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 特殊的合并报表 都是将来的考试的重点 不过在这儿呢 我没有去写那么细 因为合并报表 实际上 它的要求和收入是一样的 全面重点准备 美股收益 这个就俩 基本和稀释 但是现在考美股收益 最喜欢和谁打 跟那个可转债打 跟刚才的那个什么 全结算的 那个股份支付打 对 公允计量 这个大家 能放弃就放弃 算了 这个背不过 太麻烦 民间非盈利 这个也没什么关键考点 能放弃就放弃 我觉得这个两个是完全可以放弃的 这个有同学会产生一个疑问 说这个2021年 政府这个考过一个小的计算题 是20年 是21年 21年好像是 考过一个计算题 那是个极其罕见的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 全世界人都在探讨政府会计 我们注册会计师特别喜欢赶风潮 所以说就考了一个政府会计 但是那个东西 在整个的注冠的考试体系里面 它是个不入流的考点 而且就算他考 你去看这个 你也记不住 你也不会答 为什么 政府会计呢 人家是一套书 不是一本书 那怎么说呢 理解这个问题呢 你看前29章 人家都是企业准则 人家这个30章的话呢 政府会计人家单独占一个章节 但是人家可是一套书 政府会计和企业会计 它是并列的两个体系 政府会计是有基本准则 具体准则 一堆一堆的具体准则 它现在还在编还没编出来 我们用一张的知识点 去介绍政府会计 实际上很难把它介绍透 你看到的知识点 全是一些框架和目录 那东西没法背 你知道吗 你也背不过 我都背不过 你更背不过 除非你是干这个 事业单位会计的 或者叫行政单位会计的 你可能会了解一些 只要你去学筑会 第三十章学的就是一脑门的将 而且我们这本书 在讲解政府会计时 根本没有完整的讲 你知道吗 它只是提了个提纲 而且是支离破碎 没有形成体系 你像政府会计 最起码200来个科目 300多个分路 你根本都背不过的 你背过的后 考多少分 除了21年还是20年 考了一个计算题 10分 其他的话 都是考1分到2分 非常不划算的一个考点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放弃的 这个也可以放弃 公语经济也背不过太多 行了 我们大概的按照这个 主张的顺序 把每张的关键考点 给大家大概梳理了一遍 当然这个梳理的话 只是抓住 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 知识点来说的 在正式的讲课时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点 当做重点准备之外 在讲课时 我们会随时提醒 哪些点还应当特别关注 这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预热 通过预热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柱块东西太多了 的确 不是一般的多 行了 这个专题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